新买的音箱到了 开个箱 Monkey Banana 这是100连藤代理的 Gibbon 5 这是一对音箱 13.6公斤 电压是EU230V 然后在这个箱子的顶部 这有一个保修卡 有一个防水梯 在拼多多上买的 花了2100多块钱 这个国行应该是在3000一年 正品行货可以打电话 还有到网站上去查询 我问过卖家客服 他说售货的时候不要发票 但是他们也可以给开具发票 这是一个5寸有缘音箱 红色款 音箱都很重 都很大 如果没有太大的质量问题 就不退了 哇 是一个木头箱子 纸质的 木头箱子 开始看图片 我也以为是一个木头箱子 实际上是一个塑料箱子 其实这就是中国组装的 这是一个德国的品牌 选来选去 所以感觉这个更适合我 我从来没用过卖家的东西 它还有一个是爱尔4英寸的 这是5英寸的低音 4英寸的那个又有蓝牙 又有前置的什么奥克斯 但是一看就是一个消费机的款 我之前用的那个Pretioner也是这个级别的 所以说就不太想用了 想用一个好一点的 更专业点的 这是按支卖的 每一支都是独立的供电 三个音频输入口 一个是莲花 好沉啊 没有味道 这是说明书 Gibbon系列 开始使用指南和用户使用说明 这好像是一个脚贴 四个脚贴 也都是英文的 还有德文 这个5寸的箱子看着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通过尺量了很久 量了很多 但是现实中这个 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连比一下 再跟PS5比一下 这是正面 对面 好这个部分主腹箱 这个电源是这种大的电源 卖家还给我发了一个快递 这是走的顺风 还有一个是中通的 说是配件 我也不知道什么配件 电源是这种 低音是5.25寸 高音是1.25 好我们拆这种 一样的附件 我这对2.0的音箱主要是在电脑上用 但是它也可以接在电视上 接在PS5上 通过我那个小的DAC 这都一样的 6公斤 先放这儿 它这个音箱没有带任何的线 只带这个电源线 没有带音频线 我用的是这个解码器 之前视频中介绍过 这个USB接PS5 它会被识别成一个耳机 声音有点小 这样它就有电了 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这个音频线有点短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 因为声卡是莲花接头 音箱是支持莲花 也支持这种长的 然后声卡开机 让PS5会识别出来 是个耳机 右上角 然后开始接电源 总感觉这个级别的音箱 配这么老大个的电源 感觉有点专业 比那种主腹箱的设计 感觉更结实 这是250伏16A 感觉这种大一些的更有劲 好 连接完成 咱们开机 开音箱 怎么感觉左侧不响 左侧音箱默认是开着的 让我给关上了 现在都响了 这个音箱默认是开的 音量是居中 这个音箱默认是关的 音量是最大 你听啊 现在是右侧的 我把声音调到最低了 还有这种呲呲啦啦的声音 还没想起来 详细 按下 详细 pumpkin Fur 刷山 完 Preis